上次事件的几日后,巨兽机再次入侵地球 神雷部队接到了消息,立刻出动 前天齐太郎也通知了纯柜 经过几次战斗,纯柜召唤来听也越来越熟练 不用等黄金手环主动出现,自己就能直接召唤 直接变经神鸟赶往战场 比靠直升机运输的神雷部队快多了 这次的巨兽机谷歌翻译式论文 身高80米,体重3万吨 身体下方有一个类似驾农炮的东西 还可以放出绳索 来听用神剑把绳索切断 这时神雷部队也赶到战场 这几次战斗常常都是来听出风头 他们的精英部队都快成睡金小偷了 神雷部队刚到,来听就切掉了敌人的手臂 还溅了神雷机体一点血 来听使用神剑,如果让来听解决战斗 神雷部队就成打酱油的了 立刻开始抢人头行动 不过因为爆炸造成的烟雾 阻碍了来听的视野 让巨兽机找到机会直接逃跑 自警队神雷部队再次成了小丑 民众对于自警队的信任持续降低 为了挽回名誉 政府也开发了新的机体 代号疾风 而上次战斗 因为来听砍掉敌人的手臂 见到神雷机体上的血液 也被带到了基地 几天后 神雷的后续机体 疾风举行了发表会 拥有更快的速度 以及装备了更强大的武器 一方面宣传新机体 一方面找上了纯规 希望他战斗的时候 能够和神雷部队一起行动 顺便分日一些功劳给神雷 当然最好的话 希望能够让出来听的驾驶权 把来听交给政府管理和研究 这副嘴脸比侵略者更像反派 不愧是小日子 纯规对于上面的嘴脸 也十分生气 神雷部队的驾驶员十分不爽 自己接受严格的训练选拔 考上了神雷驾驶员的岗位 拿到了高收入和养老保险 经营部队名分 加高收入 这明明是双处能快乐才对 但是纯规只是被来听选上而已 现在民众对于来听认为是英雄 而他们神雷却被判定为小丑 只能说 制作组对于自己国家的官方 有着清晰的认知 这空话比较荒原吧 疾风这边突然暴走 擅自开始行动 没有任何人恰适合操作 政府失去了这台机体的控制 远程操作也无法连接 纯规召唤了来听 看来是打算把刚刚在政府那边受的气 发泄在疾风身上 正好把疾风切成两半的时候 其他省略部队操作机体阻止了他 原来疾风的身上装载的武器 威力比核弹更强 如果攻击的话 附近半径5公里 全部会化为灰尘 而疾风的身体里面 还困着一名整备队员 疾风还具有隐身功能 如果进入其他国家 就会引发严重的外交问题 政府打算在无人的地方 发射导弹解决疾风 不可得知 机体还困着一名整备人员的时候 还是安排了救援人员去救人 但是救援并不顺利 疾风在中途撞上了什么东西 结果被困的人员 因为撞机混落过去 最后疾风切换了飞行模式 政府失去了他的踪迹 一段时间后 扑过去的整备人员终于醒来 向政府报告了位置 百路部队得到了消息 在存储疾风机体的仓库中 看到过绿色的液体 他们立刻联想到了巨兽机 政府这边 打算舍弃疾风上的整备队员 如果让疾风进入其他国家爆炸 会引起严重的外交问题 审理驾驶员言是 不想舍弃同伴 拜托莱丁去救人 明明刚刚因为自己成为民众中的小丑 还牵怒驾驶莱丁的纯柜来着 最终纯柜还是接受了这个任务 召唤莱丁用神尿形态 拦截了政府发射的导弹 在空中抓住疾风 想要把炸弹拆除 不过没想到巨兽机也在这附近 加铃炮对着莱丁攻击 因为高速移动 准备班的队员出发了紧急按钮 离开了疾风 想要救人 就要放弃疾风机体 而放弃机体 如果底下的城市爆炸 就会出大问题 两难的纯柜只能向莱丁祈祷 而莱丁也回应了他 把整备班的队员吸进莱丁体内 这时疾风体内的绿色液体 覆盖到了莱丁身上 纯柜对莱丁的操作被切断 不过很快 莱丁发出了金色的光芒 把绿色液体净化 失去绿色液体的干扰 疾风也解除了被控制的状态 现在只剩下干掉巨兽机就可以了 神雷部队也出动 纯柜看到神雷过来 也把莱丁暂时吸入的整备员放了出来 不过莱丁有托人衣服的习惯吗 青春花和赤旗宗刺也来到现场 帮忙拆除炸弹 不过在拆弹的时候 绿色液体再次出现 炸弹被启动 还有不到十秒就会引爆 蜻蜓齐太郎觉得 绿色液体可能现在经历在炸弹上 疾风大概被放弃了控制 叫神雷的驾驶员 尝试远程连接 固然成功 连接后 开到海上没人地方引爆 不过话说 装备这个武器实在太危险了 一旦出问题 连着自己人一起炸 而且万一敌人在城市中 连着城市一起炸吗 看到炸弹被引爆 来厅战斗终于不再顾忌 用神剑武器干掉了巨兽机 事件再次解决 以为这次双方并肩作战 神雷驾驶员和白鹿部队的关系 更近了一些 上次战斗的解释后 徐孝中剑道部主将找上了纯柜 因为剑道部部长财鹤帽意外受伤 希望他能作为外援 代替他参加剑道部的全国比赛 被淳贵以打工比较忙拒绝 夜晚全国电视台信号全部出了问题 半岁而来的是大停电 从海中出现了巨兽机 淳贵也接到了通知 立刻出动 不过摩托貌似是电能的 结果中途没电了 只能召唤来听 赶往现场 神雷部队也开始行动 不过因为神雷部队也是电能操作 全部停止了行动 无法再次启动 三个靶子在巨兽机面前停止行动 这要被干掉的时候 来厅赶到 这次的巨兽机叫美杜达 身长90米 其中6万吨 它有一个防御立场防护罩 以及可以吸收附近30平方公里 所有能量的能力 城市的停电和神雷部队停止行动 都是它造成的 来厅彻底落入下风 神剑貌似有点作用 不过巨兽机立刻逃跑了 伴随着敌人逃跑 城市的电力也恢复 第二天见到部主将残鹤帽 再次找上了淳桂 他用西瓜收买了 淳桂的妹妹和妈妈 这次无法拒绝了 连擒天骑太郎那边 都送了西瓜 打工借口也无法使用 简直离谱 即便上了高中 就没有再进行建造练习 建造社的成员 也不是他的对手 差点打的社员 道心破碎 擒天骑太郎那边 不只是吃西瓜不做正事 他已经知道了停电的范围 和巨兽机 大概有关系 上次巨兽机 只是因为敌人要测试 来听的数据 下次战斗 淳桂并没有信心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